大家好 最近比較大的事就是 美國的財政部長 Secretary of Finance 財政部長耶倫去中國訪問 這件事很多人在猜測 為什麼耶倫又去中國大陸 因為去年好像不知道11月份什麼都去過一次 就是比較憑 是吧 你知道美國的部長在半年內訪問 從一個國家兩次是屬於好憑法的 所以大家的主意都很強 還有一點就是覺得中共方面 似乎是想討好耶倫的 為什麼呢 因為耶倫第一站是廣州 去到廣州的時候 大陸的大報紙 《人民日報》 什麼新華社發表 一大篇文章都是可以屬於那些所謂 大宋秋波的文章來的 裡面基本上隻字不提政治方面的 或者是金融方面的事 也是提什麼呢 說呢 阿耶倫到了廣州 去吃中國菜 阿耶倫是一個很嚮往中國文化的人 還有呢 用筷子都用得很厲害 什麼什麼 賺別人的 誰不知呢 這些這樣的做法在歷史上 中國大陸的那些黨報這樣寫實 你就知道他想討好這個人的 但是有沒有效果呢 似乎效果不大 他在廣州吃完好吃的東西之後 就開始正式的談判了 他之前還會見了美國駐華商會的代表 和一些美國的商家 中國比較了解商家 肯定是想聽一聽這些美國商家和美國商會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和共產黨的政策的看法 他已經是空有成竹的了 他當然是首先考慮美國的國家利益的 這是肯定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這次很明顯是中共是放下心斷了 習問你怎麼用筷子厲害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大家也知道 習近平幾年前還在大講東升西降 中國怎麼厲害 中國要成為世界的主導 幾乎可以說 差不多要講到出口了 我們中國要取代美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 這個關於中國大陸的意見 中國是在政治做變成個一個戰狼 所以現在這個軍事做看查聽 中共不斷的主導人 中共不斷的主導人 那幾乎中共不斷的主導人去看 其實外交 用外交這個名詞本身 就是說一個外交私底的特點是什麼 我即使是很生氣你 覺得你做得好不好 但是我都會用外交的詞彙 外交的手腕 外交的藝術去包裝我對你的反對 這個外交文化 人類的外交文化 就是希望即使你意見不一致 甚至是完全是相反的 都是要盡量要斯文一些 要考慮到對方 不要將矛盾無疑無故地去擴大 外交使節的任何是什麼 矛盾 大矛盾要化為小矛盾 小矛盾化為無矛盾 所以被人家叫做戰狼外交 本身是一個很荒唐 就是說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外交官 如果你的言行舉止 好像一條戰狼那樣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荒唐事 現在共產黨是怎麼樣呢 為什麼它要搞戰狼外交呢 因為共產黨前幾年有些高官 包括習近平 真是相信東姓西港 不得了 我們國家現在越來越禽益 厲害了我的國 那共產黨的思維就是那些黑幫思維來的 就是黑社會的人 這些男生 他覺得他強過你很多的時候 他就很划測的嘛 那戰狼外交嘛 沒有外交的話就是戰狼嘛 還有就是動不動就要用威脅的話來跟你說 你才敢我們堅決反對 堅決什麼啊 你要後果不亢徹上 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說得很強硬的 那幾年的戰狼外交呢 是全面失敗的 習近平我經常都說他是一個難美專家 他做什麼呢 一開始我們廣東人有句話叫做 有頭威 無美疾 這是習近平典型的 如果他是做將軍 他就是這樣的人 有頭威 無美疾 什麼叫有頭威 無美疾 就是喊打喊殺的時候 那些是頭威嘛 就是還沒開始之前喊打喊殺 哇 很厲害 有頭威 哇 怎麼一定要 怎麼堅定 怎麼打 什麼 然後 爛尾 大陸人叫爛尾 是一樣的道理 那戰狼外交都是一樣 有頭威 無美疾 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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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人家西方看得出 你是外強中國 他們看到 很早 很多西方專家早就已經看到 向中國的經濟遲早會出問題 大家不要以爲他們這麼 所有西方商家不是這麼笨的 有些是什麼 他希望你中國經濟崩潰之前 我仍然要有機會賺錢 我就賺 但是我已經做好準備 有些很多是這麼想的 所以你想之前 他都不是對你好好 啊 中國的好話講 他學了共產黨 都說大家也好也好 因爲他還有錢可以賺 但是他已經做好準備 所以問題就是中國經濟已經出了巨大的問題 非常大的問題 你怎麽樣火箭上天都沒有用 所以耶倫這次就不客氣了 很有意思的是什麽呢 一件事我要提到的是什麽呢 耶倫他是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 但是他說的那些東西 幾乎跟財政沒什麽直接的關係 他其實講來講來 他這次在中國大陸講了兩個重點 重點之一就是 喂 你們很多行業呢 是這個生產過剩 你生產過剩的時候 你又不要將你的過剩的產品 廉價地推銷去世界市場 Dumping Dumping 他英文叫Dumping 就是傾銷 傾銷 用低廉的價錢傾銷你多餘的產品 你要注意 你這樣做 你會破壞全球經濟的平衡的 因為正常的經濟是應該要按照供求關係的 不是扣低價的 現在世界對於電動車 比如說那個需求並不是特別少 而這個西方的電動車的生產沒有過剩 所以一般正常情況 生產電動車的數量是應該相對於需求的 甚至是比需求少一些 再生產多一些來滿足這個需求 但是你現在不是因為需求多 需求多你應該價錢要高 不是的 你需求 雖然有很多人想買電動車 你根本就不需要降價都會有人買的 但是你為了傾銷而突然降價 那你其實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供求關係決定價錢 你是用價錢人為的去製造一個需求 你大便宜 我這個大便宜 我舉個例子 特斯拉一直是世界領先的電動車生產商 它最便宜的一部車 我記得是在美國來說 是大概3萬3美金一部車 最便宜的3萬3到3萬4 3萬3元可以買到最便宜的 而比亞迪 就是大陸出的 比亞迪 是中國製造的 比亞迪 相對於最便宜的 用最便宜的特斯拉的車來比 比亞迪那部車 你可以用1萬3千就買到 而特斯拉要3萬3萬 多了2萬 當然 我這個3萬3的特斯拉性能仍然比比亞迪還好 好了 我可以再用一部更加便宜的特斯拉來比 這部車還未出現 但是特斯拉因為知道中共會開始生產電動車 以及會開始出口電動車在世界市場 所以馬斯克就想做好準備 準備開發一部很便宜的 對他們來說很便宜的 2萬5美金就可以買到的 特斯拉的車 誰知道這部車還未開發完 比亞迪的車就輸出來了 1萬3萬 所以最近有傳聞 沒有得到這個特斯拉的證實 但是我個人的確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馬斯克已經決定暫停開發這部便宜車 這個很邏輯性的 因為它如果繼續開發 它開發是很花錢的 開發出來 你又不想做虧本生意 你推出去的時候是2萬3萬5 2萬5就是和比亞迪的1萬3的車 是完全可以說性能上 大小上 是完全一樣的 或者大概一樣的 那你怎麼跟人家競爭 價錢差一倍 沒有辦法競爭 所以特斯拉將它不再發展 我要說的就是 比亞迪的價錢 不是只有比亞迪的 所有中國大陸的電動車便宜到不得了 那為什麼生產過剩呢 生產過剩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因為 你那個中國大陸的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它沒有跟上 沒有跟得這麼密切市場的變化 因為一個高效率的市場經濟 就一直看著市場 是不是需求會增加 一增加 馬上又增加生產量 是吧 市場的需求一落 馬上減低 那才是平衡的 供求關係就保持平衡 那你的社會的經濟是最健康的 但是中國大陸不是這樣的 他們很多是那些表面上的市場經濟 其實很多是計劃經濟 因為他們習慣了 還有很多是共產黨插手的那些大企業 搞什麼戰略決定 前幾年 可能他們計劃到 嗯 現在電動車很多人上賣 包括中國大陸有很多人上賣 大量生產 哦 健身的廠是什麼的 誰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 最近這兩年 中國經濟是 疫情之後不斷地下降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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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到很厲害 初初以為呢 因為新冠病毒疫情 所以經濟會低微一下 但是呢 以為呢 疫情一個就會快速復甦 結果沒有這樣的事 所以 不單單是這樣 失業率不斷增加 出口又減低 投資又是低微 最嚴重的是什麼 消費低微 中國大陸很多老百姓 有些擔心這個前途如何 很多人失業 沒有錢 所以原本想買一部電動車 現在都不買了 那你知道 中國大陸很多人嘛 你說有10%的人原本想買電動車 現在不買 好 立刻你就有10%的過程嘛 那可能不是不止10% 可能30%的人原本想買電動車 現在不買了 那就大量過程了 過程之後呢 共產黨就出了它的一些詭計 這些詭計呢 其實以前都是這樣的 十幾年前呢 這個太陽能電磁板也是這樣的 那時候呢 是故意傾銷西方 打死西方的太陽能電磁板的廠家 很成功 他們用一半的價錢來推出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磁板 結果在歐洲 二十幾三十家公司 百分之九十倒閉 他們甚至向歐盟告狀 沒用 歐盟說 對不起 這些是自由競爭 但是當時呢 十幾年前呢 歐盟的政治家 還沒看清共產黨的邪惡 這個不是一個 自由競爭是對的 但是自由競爭是要公平競爭 你現在不是公平的 當時是共產黨用國家的錢 去補貼那些太陽能電磁板生產商 去傾銷來砌低西方的對手 然後把佔那個市場的佔流率 當時呢 只有十年前 中國大陸的佔流率是百分之四十 現在太陽能電磁板 中國製造的 全世界市場裏面百分之八十五 基本上可以說壟斷了 現在他們想做的電動車方一模一樣 我們反正有過剩 他們不會叫一些生產商 喂 你不要生產那麼多 不是 我們利用這個過剩的電動車 大量傾銷 你不用擔心 竊本 共產黨包起 我們要佔領歐洲的電動車市場 這樣以後我們佔領了 大家都知道做生意 你如果市場佔流率有一定的規模 你的生意就很穩定 如果你能夠做到 壟斷了這個市場的佔流率 你甚至可以提高你的價錢 人家都沒有你辦法 因為你沒有對手了 他是這樣做 阿耶倫其實不是害怕 他知道 他們現在美國人都開始學精了 知道你共產黨又來搞過一套 所以這次就不等於十年前那個太陽能板 被你成功砌砌了很多西方的生產商 這次他就有言在先了 他知道這個不是公平正宗來的 所以他這樣就知道 我想中共不會聽藝倫之爹的 他肯定仍然會繼續傾銷 會逼美國反擊 最簡單的反擊方法就是提高關稅 美國政府可以說 你的那些車是我們查出來的 是有補貼的 你的車 每一部車 其實是被國家補貼了一萬元兩萬元 還堆著來的 所以你的車不應該是一萬三的 應該是二萬三才是對的 特斯拉就可以跟你競爭了 所以我會加關稅 加百分一倍的關稅 讓你的車由一萬三變成二萬多 會出現的 另外一個做法是什麼呢? 因為美國這個安全部 國家安全部已經啟動了一個調查 調查什麼呢? 中國製造的電動車是不是裏面裝滿 偷聽的系統 裏面的電子系統 偷聽 偷影 什麼都偷 還有收集每一個個人的訊息 收集你去過哪裏 跟誰坐過你的車 你在車裡說過什麼 全部這些收集完 馬上用實事 即是同時 馬上將它送到北京的國安部的大數據 宗主庫裏面 美國其實早就知道它在這樣做 但是因為它是民主國家 它不可以說 我們情報人員知道是這樣 不是 它會搞一個調查 然後會出一個報告 調查把這些證據全部裏列在裡面 然後結論就是 他們會利用電動車 來收集我們美國公民的私隱 還有對國家安全有強大威脅 好 那是什麼? 下一個決定就是 不給進口這些汽車 我想是不會這樣的 這個絕對不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拜登還是Donald Trump做總統 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美國人 你可以覺得他有一些天真 幼稚 但是當他的國家安全 就是他的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就不客氣了 美國人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協 很多事情都被人騙了 但是對於他的所謂本土安全 國家安全 他們是非常重視的 如果他們相信你真的影響他們的國家安全 美國人就不客氣了 好氣就再走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